周三川普政府禁止從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進口棉花 原因是該組織利用集中營的強迫勞工生產產品 國土安全部代理副部長庫奇·內利表示 川普總統和美國人民不會容忍中共踐踏人權的行為 不能允許美氣從奴工身上獲利 澳洲和中共最近在貿易外交問題上隔空博火 澳洲國會更在三後通過一項法案 授予聯邦政府對與外國機構達成的協議捧絕權 像是維多利亞省2018年在未知會政府的情況下 私下參與中國一帶一路協議 經過近三個月的談判 阿富汗政府以及塔利班在和平談判上 針對未來的國家政體絕面停火的談判基礎 已初步達成共識 雙方有望可以繼續往更實質的問題繼續談判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也發表聲明 祝賀是一個重要里程碑 美國猶他州沙漠和羅馬尼亞日前出現神秘金屬巨碑 卻又在媒體報導後離奇消失 其料美國加州阿塔斯卡德羅在12月2號 又在一座山上發現了一個神秘金屬巨碑 引發人們關注 當地登山客表示 前一天經過時還沒有看見這根柱子 2號登上山頂時 他就矗立於此 新唐人的電視中立報導 民陸館 民陸館 意欠